那段时间 一想到学费的事情 常亚男就惶恐不安 年纪轻轻的他 常常一觉醒来 就想经历了一场生死节 头发也一柳一柳的脱落 可令人奇怪的是 就在他懊悔不已 走投无路的同时 依然不断的进行着网络购物 此时的他 已经无法自拔了 6月初 常亚男看中了一款苹果手表 由于身上的钱 已经所剩无几 他只好打电话回家 爸 我想买一块手表 同学们都买了 用他学英语很好用 因为女儿很少 向家里人开口要钱 所以常鼠赠毫不犹豫地 给他打去了1600元 6月的父亲节 孝顺的常亚男还不忘 打电话问候父亲 第二天上午 常亚男得知 很快就要放暑假后 兴高采烈地在微信里说 7月2号放假 已经可以订票了 然而 就在常亚男发出这条微信后不久 他的手机就响了 是母亲打过来的 说了几句家常话后 母亲突然问道 女儿啊 你婶子说 你把钱给弄丢了 怎么回事啊 听到这话 常亚男如糟累批 愣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常亚男没想到 婶子会把自己借钱的事告诉家人 迟疑了片刻 他回过神来 哦 妈 我当时啊 准备在取款机上 查看爸打的款到了没有 然后 我就不小心忘了退卡 后来 发现卡上的钱 被人倒刷了两万 我怕你和爸爸担心 所以就先找叔叔借了钱 常亚男几句话 他就打消了母亲的疑虑 母亲并没有责怪他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以后 可要多注意啊 就挂断了电话 自己借钱的风波总算平息了 可放下电话后 常亚男的心 却越发的沉重 此时的他 从母亲不多的话语中 听出了一丝失望 常亚男无法接受 想到这么多年来 自己在父母的眼中 一直是个好孩子 这次 却因为借钱的事情 把这层纸给捅破了 他越想越伤心 看着自己 从网上购买的东西 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他终于感到了 深深的羞愧 随后 常亚男做出了一些 反常的行为 他先是退出了宿舍的QQ群 接着又关掉了自己的手机 当室友们关心 向他探问缘由的时候 他却一言不发 室友们为此担心不已 可令人奇怪的是 吃完中午饭 休息到傍晚七点多时 常亚男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他开始起床 和室友们一起看武林外转 并和大家有说有笑 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异样 唯一不同的是 吃过晚饭后 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去上晚自习 而是一直在整理自己的行李箱 一位室友忍不住问 你这么快就想回家了 常亚男淡淡地笑了笑 点了点头 他又从箱子里挑出了一件 平时室友们都称赞不已的衣服换上 然后躺在床上 玩起了手机 表面上看 常亚男归心四件 已经为回家做好了准备 却无人料到 此时的他 在经过了内心激烈的挣扎后 已经做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决定 6月18日凌晨4点 学校的清洁工在宿舍楼下 发现有女孩跳楼了 急忙报了警 很快 常亚男跳楼的消息 就在全校传开了 同学们得知后 震惊不已 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 平时那个开朗时尚的女孩 竟然因为网购而纵身一跃 香消玉远 根据警方掌握的细节 常亚男是当天凌晨三点 从他所在的六楼 爬到十三楼后 跳楼身亡的 让办案民警震惊的是 他们还在常亚男 新买的苹果手表里 发现了他留下了一封 近千字的遗书 里面写道 爸妈 原谅我做出如此无情的选择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我欺骗了你们 也无言面对你们 常树曾夫妇得知 女儿自杀的消息后 悲痛万分 根本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当整理女儿的遗物时 夫妻俩发现 女儿的两张银行卡上 一共只有1200元 这几年 除了生活费 他一共花掉了 三万多元学费用于网购 也欠了学校三万多元的学费 而在他的桌子上 紧护肤品 就装了半个行李箱 又一起大学生 跳楼自杀的案例 与以往因为学业 情感等压力 而导致大学生 自杀的案例不同 这起大学生 自杀的案例 竟然是因为网购 这起案例 实在是令人无比的惊讶 在网络时代 网购本身无可厚非 可是过犹不及 凡事过了度 都容易出问题 由于现在不少大学的寝室 都可以上网 许多大学生又都有电脑 网购在学生群体中 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于一般人来说 网购的目的是因为 它物美价廉 服务周到 可一旦网购成语 为购物而购物 非但说消费力不强的大学生 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也难以承受 长亚男的死 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以前人们看到不少 上网成瘾的案例 殊不知 在网购 电子商务 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 网购成瘾的案例 也越来越多 如何帮助这些人 从网购的泥潭中走出来 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 我们要对这些不幸 沾染上网购眼的人 失以援手 让类似长亚男 这样的悲剧 不再发生 当然 对于长亚男们 我们也要当头棒合 任何消费 都要量力而为 脱离实际的高消费 到头来 只能是 害人害己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